Hello 大家好,又來到精靈知識錄 上集講解了初代精靈鯉魚王的各種小知識 未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而今次將會講解的就是可以說是系列的象徵 只要一說它的名字就會知道是Pokemon的系列 擁有一身黃色的毛皮 耳朵非常長,尖端是黑色的 那它就是... 迷2Q 要看那隻又肥又黃的話要打下一次機會 迷2Q是一隻淺黃色的布偶公仔 它利用了自己的能力在上方的布 展現出與比加超鄰國相似的樣貌 包括有黃色的身軀、黑色的眼睛 耳朵長而塞尖端 還有臉上有兩個電器廊等等 都是仿照比加超的樣貌來製作出來 迷2Q的淒色地大多數都是陰暗的地方 例如在日月的遊戲當中 能夠在超市的舊子當中遇到 其餘因就是迷2Q怕太陽 披著布也是為了避開日照的照射 而下方的布就是迷2Q的正體也是本體 當迷2Q受到攻擊的時候 上方的布就會垂下來 這個也是迷2Q的特性畫皮 能夠擋下一次的攻擊 而這個特性有可能是來自蒲叢林所住 聊齋至宇當中的故事畫皮 這裡略略講解一下 曾經有一個王姓的男子 失落了一個貌美魚花的女生 王先生在市場遇到一個道士 道士說他邪氣前身 王先生對魚花有所懷疑 回到家後發現有一隻妖怪在人皮上畫畫 穿了這個人皮之後立即變成魚花 接破壞的故事就不太有關係 所以這裡也不是 但是由富士當中發現 妖怪用筆在人皮上 懷圖然後再套在自己身上 這個正正就是畫皮 而迷2Q就是利用了自身的能力 改變常方的圖鴉 變出了比加超的模樣 迷2Q更加是擁有唯一一個雙屬性的精靈 妖精和幽靈系屬性 先說一下迷2Q為何要變成比加超的樣貌 其原因就是在20年前 迷2Q發現他的商品 即是比加超的商品大受歡迎 而拍直播想和人類相處的迷2Q就想到了 將自己的樣貌變成比加超 如果大家有看日月動畫 就留意到武藏所收復的迷2Q 非常痛恨比加超 其原因我認為跟迷2Q的自身經歷有關 有機會是迷2Q曾經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經歷 例如是人類不認為他是比加超 發現他的真身後就捨棄他等等 但並不是每一隻迷2Q都痛恨比加超 在日月動畫中 阿瑟羅拉的迷2Q就跟他相處融合 在這裡提及一下 阿瑟羅拉的迷2Q是灰色的色鬼 並且頭上有這個花色 下方的布有一小塊正常顏色的布位 由此可見 迷2Q上方的布大概可以自由加上色物 而且下方的布有機會是消耗品 意味著當布損壞了就只能裁縫客去保護那個缺口位 據說迷2Q的真身絕對不可以看到 如果看到真身的話會百餅前身 在圖鑑中描述了一句這樣說話 曾經看過破布中的學者因為太害怕而被活生生嚇死 大家可能都知道 精靈的設定靈感大多數都是來自一些民間故事 神話或者都市傳說等等 而迷2Q的設定亦不例外 不可以讓人看到真身的設定 是來自一個甲女房的一個人本民間傳說 這裡就長話短說講一下故事 曾經有一個男人吊了一個很大的花甲上來 心想這個花甲長得那麼大實在不容易 於是就放生了它 後來有一個漂亮的女人出來並表示想嫁給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亦答應了 往後妻子就做出這個美味的美珍湯給老公 不過他跟老公約定了不可以偷看他做這個料理 但是老公在好奇心驅使的底下偷看他做料理 發現他煮美珍湯的時候在鍋裡小便 老公最後趕走了他 而妻子亦傷心哭泣並恢復他原本的樣貌 花甲的樣貌回到大海 故事中可以得知和迷2Q的設定相同 都是不可以現他的真身出來 只要現真身的話就會有事件發生 不過跟故事中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們都知道女人的真身是花甲 但是迷2Q的真身就... 導遊說明這就是這個他們已經很有質感 這種很依靠的地方 比较4Q的發展 我們吃到真的 我們來誘下 不開 也 不開 我們來誘下 我們去不開 我們來誘下 我們來誘下